这个太激动了 我们这个胜利豪刚开始特别稳 后边的印度队开始加油 喊的这个场面挺激动的 他们打了一个好成绩之后 特别兴奋 结果胜利豪连着两个10.9 真的是太棒了 胜利豪今天其实决赛打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整个在这八个运动员当中 大家可能看这个过程也能看到 胜利豪肯定是最稳定的一个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他的一个基本水平来说 或者说他的正常水平来说 其实还是有波动的 我想但这个就是奥运会 就是看谁的失误更少 谁更能够把控住自己的心理 把控住自己的情绪 把自己的更多的把自己正常水平发挥出来 所以他今年做到了 而且做得比别的八个运动员好 所以他今年拿到了冠区 设计这个项目 你不到最后一发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的事情一定在奥运会 各个国家的运动员 包括中国运动员身上已经重复发生了很多遍 所以不到打完最后一发放下枪的那一刻 设计永远不会产生最后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到最后一发 你打出去确定赢了才赢